八十萬塊 但是賺不到一萬塊 但是這個就是人想說 哇 我洋宅一千洋宅好幾百萬幾千萬 我如果會跳 如果讓我住進去 能夠一年就賺一千萬 大概的想法就是想說把自己挑好 但是要調洋宅要改變 還是要看個人的法則 好 那基本論講 我們知道以前的毛利根大戰石油 每戰必敗了 所以他 這個是故事嘛 年故嘛 他就陷了一個天神 昨天學你 授以這個叫做齊本頓獎 所以當初我去學亞盤齊本頓獎的時候 是一千零八十曲 剛剛排盤就學了快四個多月 四個多月學完以後 到最後沒有看資料也不會排 那時候因為還沒有智慧寫醜集嘛 所以 黃帝運用了齊本頓獎 所以打敗了石油 所以這是齊本頓獎最早起源 接下來 歷代的一些黃帝齁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幕僚 像書格拉 書格拉當自誰當黃帝 劉培 那這個勒 游某文字班是誰 游元帳 聽說他們也都是應用所謂的齊仁頓甲 那齊仁頓甲目前最少是這個 我剛開始學是學這個叫做八宮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每一宮都有這些字 那到去年就是大概一年半以前 孫老師就到大陸去學了兩個老師的一個齊仁頓甲 因為我先介紹他在台灣學這個八宮的俗稱開關版的 那他就去學了以後他說哇這密密麻麻都是字 這個很難學 然後他二十年來都一直在應用圖掛 他就開發了一個叫做七門時空段 七門時空段 那七門頓甲 他是屬於天甘學 所以你這裡看起來他並沒有地質有沒有 這個都是奇葵啦 這個叫做天甘學 他著重是在天甘 那時空 我們這三天會教兩種 一種叫做八宮的 一種是暗宮的 那暗宮的叫做時空 預測學是叫做地質學 所以地質學是在看這些 有沒有 直走以卯成是不愛 哪一宮出現的問題 宮跟宮之間的五行 這個都是屬於地質的 這個一個換手之內 所以天甘 關西乎為因果天甘 問事情的原因 地質問側事情的結果 那我們一般出現問題 我們要因還是要果 果馬 順便說一盤一開出來 像這個盤一開出來 你在一秒鐘之內 你就要決定這是幾次修的 所以學這個的重點是 開出來你就知道幾何修 開出來就知道幾何修 來 那簡單的來介紹一下 因應就是說 奇 什麼叫做奇門頓甲 這個一定要交代 因為你當講師 一定要做一個交代 所謂的甲 甲乙秉丁 募集更新人為 這總共有幾個字 天甘有幾個字 十個嘛 那十個裡面 我們這裡總共有幾個公位 八個 八個 中間不算嗎 那十個 都要把它排進去 那沒有公位給它排 所以就會產生了一個叫做 夾湯 在這個湯裡面看不到 它是藏在哪裡 藏在物集更新人鬼裡面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紙乎就是甲 你們要記住 紙乎就是甲 它是屬於八省之一 所以 剛剛總共 乙秉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是不是九個字 甲後掉是不是還有九個字 但是它只有八個公 那還有一個字呢 叫做祭公 它是祭在哪裡 因為甲冥品 它夾湯不到它 因為它是藏在物集更新人鬼 的上面嘛 所以這個 這個甲 這個紙乎叫做甲 甲它是藏在哪裡 來你們猜一下 它是藏在誰的下面 它只能藏在這 一二三四五六六個裡面之一 那你們現在看法的時候 紙乎它是藏在哪裡 這個 極 那如果不是藏在極 它一定是藏在物集 這裡或者藏在根 藏在心 它不會藏在儀丁 知道嗎 因為儀丁丁叫做三旗 我們旗門頓甲的旗就是儀丁 甲叫做直虎 那這個叫做六儀 物集更新人鬼 一二三四五六 這個叫做六儀 那滿呢 既然我們有三旗的 那所謂七門頓甲 以前楊寒就是著重在三旗跟滿而已 那滿呢 滿就是修身上度 今世今開 成為八門 叫做七門 所謂七門頓甲 旗的就是儀丁丁 所以為什麼說 你只要身上三長袋 儀丁丁 三個字 你就是貴人 永遠在你身邊 就是七嘛 那滿呢 那你們這一看 你的滿 它的位置是在這裡 有沒有 這裡就是修 修身嘛 修門 修身三度 今世今開 總共看起來 你們大概就知道 有哪四個門是好的哪四個不好 這個好不好 修門好不好 好 那生呢 生門好 不好 不好 井門算好 不好 開門真好 所以你只要了解到七門頓甲 原來就是這樣 所以三旗六儀 你看 真不贊 一公不明頓甲 因為我 就是在坐善時的指揮官 火入國 打仗火入國 是衝在最前面 人家劍槍炮一剩 你就死了 你就沒有辦法指揮 所以他只能躲在 所有的武將的後面 這個叫做頓甲 好 那接下來 以前都是叫做多功斷 現在我們今天強調的 我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來講 單功斷 是因為 照我這幾年的經驗 很多人要問的問題 都是比較急迫性的 我牙齒痛 為什麼 曲痛的14天都還沒好 那你就要開牌 明天有一個朋友要來找我 我借錢 我該不該借給他 我就要開牌 那 你用這個多功斷 開牌也好 用單功斷 也可以也好 單功斷是解決 急鎮 就是說有問題 你就用單功了 如果你要用長遠的 你要顧長遠的 譬如說 我至少不夠好幾十個 都是 都是企業家 他們都是想 因為都是在做事業 所以他們是想要 顧一個採取 那採取是不是 長久 看能不能說 從今年以後 未來五年十年都很好 那要用單功斷 還是要用多功斷 對 因為要長久的 就要用多功的 那我們只要問 單一的 我們就用 單功斷 所以這個叫做慢性病 解決慢性病的 這個叫做解決急鎮 這個是急鎮室 這個是一般病房 那你看到這一邊 七門多功斷 這個多功斷 那這個是叫做單功斷 那單功斷我們看到了 我們現在只有 因為我們有軟件 因為軟件我昨天弄到我的群 等一下馬上 我們這三件一定都要用軟體來做教學 這樣大家才能夠回去 會鎖用你的軟件 你學習才會快 只要看到黃色的 通通叫做用神 那這個是單綠色的 這個叫做日 這個叫做死 日這個叫死 所以死叫做平台 那也就代表事情 做什麼事情 這是你現在的處境 我要招生 我要來開這個 這個班 我要開講師班 我開出冷台 如果是我要來 1月31號 2020年1月31號 我要來招一個班 叫做奇門講師班 這個叫做講師班 這件事情 那我開出來 會有什麼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看用神 好 這樣概念好嗎 好嗎 不管你要問什麼事情 所有的事情跟機會點 就是看這個 這個叫綠色的 這個叫做平台 這個叫做內心 現在我想要來招生 我會不知道什麼樣的事情 叫做用神 那你看這裡開出來的盤 雖然這裡有很多字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它是只有一個黃色 一個單綠色 那單公斷也一樣 單公斷是不是一樣 這裡是不是綠色 這裡是不是黃色 所以其實兩個都一樣 只是 這裡用多公斷就會比較有多的參考價值 就是因為它其他還是可以參考 但是單公斷 你要才把這個都沒有給你參考 只能參考 有嗎 這一個跟這一個 好 沒關係 現在只有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會把很詳細的資料 一個一個 來告訴各位 好 那現在總共你看到這些 立立馬馬的這些東西 我們 綠類成這樣 叫做八卦 八省 八卦就代表地利環境的空間 八卦總共有八個卦位 所以為什麼這六十四個用程 總共 我把它解釋出來 八卦地利環境空間 我們再回去看一下 這叫做八卦 這個是不是叫凱公 你們知道你們兩個 這個要記起來 這個一定要記 這是凱公 這是耿公 正 迅 尼公 這個是坤 這個是五對 這個是錢 這是八卦一定要記的 沒關系 我們還沒講到那邊 你只是要知道這裡總共八卦 如果用神功在這裡凱公 那凱公是代表什麼 它是屬於八卦的 它代表地利環境空間 如果開盤開到凱公 就知道凱為限 就代表你要問的這件事情 目前是有困難的 因為被限 限下去了被困住了嘛 凱為限 好 那總共有八卦 八卦 八卦 八卦就是你要去拜的神明 來 這個叫做八卦 有沒有 這個最上面 最左上的表現 九弟 天啊 蛇啊 如果你開出了人法 來 像這個用神弓在這裡 這是子虎 子虎是叫做什麼 那八卦代表神明是什麼 指虎 啊 神弓 神弓 哈 神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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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六盒咧 不知道 我们讲义都有放心 我只是说 告诉你每一个 这个每一个用神 你要去应用的时候 你就要去找它的元素来用 除了论以外 它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只要在我们开出来 这84个用神里面 八个宫里面它代表的 就是论断它的 第一环定中间 神就代表想法跟思想不动 我到底要怎么办 是不是我要来求神 问我一下它代表这个 那九星呢 九星代表的就是天词 那我们在不采取 就是需要用九星 这一根星它的五星 来找它的水晶 接下来八曼 代表人和跟心情 把门开出来 代表人和 那天盘端代表 行为的表现已发生这事情 地盘端代表 目前的心理想法 那地盘加天盘 最重要的在这里 你们要记住 真正我们在看一个盘 真正解决事情的 其实是靠这个天地盘 什么叫天地盘 这个叫天盘 这个叫地盘 这两个 这个代表你发生的行为 这是内心现代的想法 这两个加起来叫做结果 所以这个牌开出来以后 你就直接看鬼跟心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 这些跳起成功率一致 所以这两个是 看起来最重要的 天地盘 所以我们的行为风水 一字风水都靠 四个天地盘的相应 要去做的 那十二厘制勒 总共有十二厘制 所以为什么基本上讲很难学 因为你要从这六十四个用程之中 看尽人生百态 当然没那么简单 但是放心 千万目前不要去记 因为这三天很短的时间 不能让你们有时间去记这个 因为所有的代案都在这个 每一个宫里面显示 如果用程龙在这里 你要知道这几个的相应是什么 你只要按显示就好 如果这个用程龙在这里 你只要按显示就好 所以千万不要 目前不要去记 你现在只要懂 这个整个七零吨甲 是在做什么的 又怎么来运用它 怎么来挂解它 这样就好了 好 在今天再重复了 第一个工位 好 这个叫做工位 每一个框框就是一个工位 第二个八审 位置在这里要记住 这是八审的位置 接下来九星的位置 没有学过的要记住 这个是九星的位置 八门的位置在这里 天攀杆在这里 地盘杆在这里 两个加起来叫做天地盘 那旁边 它旁边不是有一些 任跟柄 这个叫做引杆 引起这件事情的原因 从哪里来的 它引杆在哪里过来的 就去找它 好 那这个是处理单工段 那其实一样 把这一工段在这里 它的对应位置也都是这样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看一个盘的基凶 就是看他 是一二三四五六 好 那这个是 这张有没有 在里面 有吗 这张有吗 没有没关系 我这个是昨天 晚上才整理上去的 那我 这张 我扣给你们的 那个PPT都有 没有没关系 你们只要 知道 这个整理的比较细腻 不是说 它这里是代表的 地盘竿 齐门论甲 功心门神 功是这样 这个功叫做前功 砍功 耿功 耿功 这叫做功 心的心都是在这里 天聪 天主 天音 天蕊 天主 天心 这个叫做心 门 身门 山门 度门 静门 石门 经门 开门 修门 神 在这里 六合 白五 玄弩 功心门神 金门论甲 手工有功心门神 还有天地坛 这里叫天地坛 天地坛 好 在软体的位置上 有颜色 就代表有四汉 学情门论甲 排盘 如果我们今天教排盘 至少要让各位真的用手工排盘 排完完整的盘 一个人目前没学过了至少要学两天 那你们要不要花这个时间 当然不愿意嘛 因为有手机的 再几分钟就好了 所以 不要管端子回来了 因为有手机的 我们只要应用手机 白白软件就好 好 那 这些拍出来以后 有颜色的 你们要记住 有颜色的 我刚刚说 拍出来的 如果是黄色的 是代表什么 黄色的 黄色的 黄色代表什么 又闪 那绿色的呢 云台 云台就是机会 我想要去标一个工程 那一个工程就是云台 知道吗 像我们的建筑师 他有可能 设计师 有可能要去跟人家 谈一个case 我马上开盘 我现在 目前的处境 我开出了盘 我要去标这个案子 其实 都会陷陷在 好 这个 你现在心态上 你现在的想法 就是优胜 我要去标 那个案子 就是黄色的 因为这里看不到 黄色的 可能是统胜 没有 以前 这个是比较以前 我现在已经改了 我们的开关板 像这个西施 这个